也互联网没有你在意的人 大家好 我是杨丽 我又来BB来来 然后我想聊一个那个 就是因为我 我最近不是又要开始直播了吗 所以我就想聊一些 时尚相关的话题 但是大家看得出来 我最近对时尚颇有一些心得 然后也是非常的努力 看出皮肤也 跟原来也差不多 然后 比如说你看我现在坐在这 我是不是比我第一场的时候 努力了很多 就是现在整个状态 对 我现在就是觉得 要努力 努力好看 包括我小文书也很努力 大家看不出来吗 我一直在自拍什么的 你看 我还参加官方活动 你看 我觉得我有一种天赋 包括我上台也 脱口秀也是 大家老觉得我很放松 其实我很紧张 你看我前面 比如说 比如说我这些 就每一张 我都觉得特别有上光点 我才发的 大家老觉得我不在乎 我很在乎 这有 你看我有的 发完了 我还编辑呢 我觉得这张放到第一张不好 我还来我来去 一直在编辑 吃包子那张 怎么样点 吃包子这张大有学问 这么讲 吃包子这张就是 首先我在相当来展示 我有一个羊排 就是这是在羊排拍的 然后这个包子是吃了一半的 首先肯定是真吃 然后这个包子是肉小的 而且跟大家很有共鸣 谁都会吃包子 然后这个墨镜 看不到吗 这多 这平时谁戴个墨镜啊 这就是为了拍照特意戴的呀 然后这个白色的上衣 有一种居家的份 还有这个眼神也是 就是那种 你以为我是随便拍 拍成这样 我拍了好多张 这个是精心挑选出来的 就是 我该怎么告诉大家 比如说我这张 你说是不是 这张你不觉得 我的眼神很温柔吗 你看这个猫向上抬 我跟你说 我这个猫巨丑 它只有在向上抬头的时候 才好看 所以我就是发的是一个动图 展现它 你看它多 那你的评论区 有人跟你心意相同吗 都挺心意相同 比如说吃包子那张 大家 看一下吃包子第一个热评 姐 护家坊没有你在意的人 我那天想起之前 吐槽大会写的一个段子 笑了好久 我忘了是谁写的了 然后我觉得这个段子 现在看 揭示了某种真理 写得好好 所以他就说 有人跟我说 人丑就要多读书 人丑不是应该多做怪吗 我全然想了 我觉得 好有道理啊 就是 就是要怪一点 有的时候 就是我只能说 我觉得这个不是说提倡谁啊 就是 我觉得我现在是那种 愿意尝试的一个阶段吧 包括我们今天在底下搭衣服 你不觉得 如果是上一次 我可能就说 哎 挺好的 因为这事衣服也没什么错 但我这次就想有一些亮点 就是 我现在觉得 就是不要无聊比较重要 不是说一定要 每一个特别的完美 就是尽量完美 但是底线是不要无聊 我觉得我就是比原来更勇敢了一些 我觉得 时装文化好像 现在就是有一点能打动我 就是不在于 他穿出来是多么的好看 而是在于他穿出来以后 真的有某种表达 不是为了融入去打扮自己 我觉得我原来是非常多的在考虑 融入这件事 然后我不努力 是我知道这个努力的性价比很低 我现在也觉得 这努力也没有那么大的功效 但我不再觉得他性价比低了 我就是能多理解一个人 就多理解一个人 然后我对我自己也是 我觉得如果能多坚持一小步 我就多坚持一小步 我能好看一点点 我就好看一点点 就是我现在是更有信心的状态 然后我希望这个世界能多多的变成我喜欢的样子 然后我也希望让 哦但这个就说起来好大呀 就是我也希望有和我一样穿着的品位的人能更加的自在 能和我想法追求一样的人能更加的自在 也就比如说我喜欢的颜色 我喜欢的穿搭其实可能很多人都喜欢 但他没有机会展示 但如果我先做成了的话 他就有勇气也这样出现 就是不光是穿搭还有做人方面也是 就是我希望能给别人的人带来一些力量 对对我先带大家尝试一下 因为我现在的试错成本越来越低了 就是我真的可以不再过很多事情 就是我不怕别人觉得我很怪 因为别人已经觉得我很怪了 就是所以我愿意尝试 很害羞 但我没在镜头前表达过这种特别积极的情绪 你知道我很害羞 这是我第一回这么说 也是我这么 我从进入传媒大学以来一直的痛点 就是周围大家都是美得特别不费力了 就是这个会很痛的 那你本身天生条件达不到 你就得去够 尤其是你不是一个从小被夸到大的美女的时候 你的环境不鼓励你特别的打扮自己 我跟你 你女传媒大学吗 我是服装学院 我知道 所以我一直 我上大学的时候就不开心 我一直说我不开心 就是我在那个地方没有存在感 我是一个就是农村长大的小孩 然后我同学很多都是那种市中心 在博物馆里长大的 我小的时候我们家 我们村 我建国最宏伟的建筑是我们那个村之 村委会 就是大家受的熏陶不一样 我又学画画 其实我是挺难以有存在感的 现在我觉得我特别的幸运 就是我走到有很多人爱我 然后就出于善意会鼓励我的这些 鼓励真的非常有用 我就发现我比 我可能比一些和我一样的人能 更有条件的去承受 尝试一些东西 对我觉得就是 就是我们按照我自己的这个想法 然后我们搭出来以后 就让你觉得 好像我那个长得没有那么的好看 但是我也可以这样传 我也可以这样打扮 然后我也可以给人散发这种信息 就是我希望在我发展我自己的同时 然后大家也能从我身上看到一些可能性 就是一些新鲜的可能性 所以这个就是我接下来想做的事 就是我要让和我一样的人 觉得这个世界有变好一点点 就是有变让它舒服一点点 因为和我不一样的人 我就没有能力管了 我只能管到和我一样的人 就是这肯定是一个广告 但是就是我说的那些话也都是真的 因为我现在在做直播嘛 然后这是我做的第二场 1月5号 大家可以来看一看 就玩一玩 买不买都可以 然后对 希望大家开心 嗯 我今天要去北京了 去选品 漫长的一天 哎呀 在哪里 把手拿出来 我大费周长的 实际上就是来干这个的 选品环境 就跟逛街一样 我觉得这个是我做直播的动力 就是免费逛街 我一次在这么多里面 注视一下逛街 都不用钱 就是单穿也可以 就外面配一个大衣 然后在不太冷的地方 跟朋友聚会的软件 嗯 那这个就小心别被你妈缝上 这件衣服真的很神奇 每个人穿上就会变成她的模特 过年你回家的时候穿这个 你妈会觉得 哦 今年终于买新衣服了 你要是穿那些来 你怎么又穿一件旧衣服 就可以这样 这样把这儿 把这儿记起来 就显得你整个人很冷静 你感觉你走了这个场合 你学也不放在眼里 是那种发自内心的自信 那个就感觉需要衣服 穿起来的 我觉得这种蓝 穿搭的时候特别出效果 但有的时候 我们还是需要一些拍照的程度 这好大一份啊 一舌成名 好香呀 走开 这是 这个完全可以代替那种 米线的外卖 这也太好吃了 这个真的要囤 我跟我弟过年的时候 就老吃泡面 我们就进入了首饰帕 这个好别致的 有点像那种青球的感觉 像三个环套在一起的 这个很像那种金属珍珠 就是你可能穿得非常优雅的时候 再戴上它就显着 你内心还是有一些判定的地方 但你现在已经长大了 就成熟了 把判定的地方都藏起来 感觉我是韩剧里的恶婆婆 我要去给女主送支票 并不是家里真的长大 你喜欢的朋友 惊叹的妈妈 这个珍珠项链可好的 就是它一个人带 只要插进去就行了 哇 这也太贵了感觉 谁说我这个打底才三十九 它上面是龙娃娃 但是你都不行了 我觉得真的就是 你到一定年龄以后 你就知道什么才是真正有价值 什么时尚 都是一阵风吹过去 但黄金不是 经过一个生活 你才知道 原来那些阿姨们是真的都有质 你原来喜欢的那些东西可能 比较 现在已经不值钱了 但是人家买的东西 当时你把小说还嘲笑着 你现在才知道 人家才是一个支撑的生活 教会了他们很多东西 所以他买的这个东西 永远值这个价钱 哇 真选 可以 它有一个黄色 是不是可以配这个包 对 可以 为什么人年龄大以后 越写 越来越喜欢可爱的东西 这个就是可爱包 但容量更大一点 户外的时候 如果你有些工作没做完 可以找点 是这么搭的吗 这个帽子是为了他准备的吗 这也太可爱了 我觉得这个包特别适合来一下 那你穿羽绒无外的背景 这两个就好可爱啊 一会女生好人会送哪个 广志啊 我看国家 可以送给他 可以送给他 319 我可以送给他 对 然后然后把我这个做 如果319 送 如果是319的话 我就得来我吃过去 然后大小也是正好 就是你去CTWALK的时候 这个就是可能在穿搭上 更费心一点 这个也 我最喜欢他 就是我穿很美 这个鞋好看 萨罗蒙 上又是萨罗蒙 又有萨罗蒙 又有萨罗蒙 然后这个是灰色调的 上次白色我们卖过 没有上面这个标 这黑的我也喜欢 这三双我觉得都很好看 要抢 大家一定要抢 那是什么东西